在這兩天所有的軍事民有空的話 都會在高雄港等待 等待的是什麼呢 等待的是R帕基直升機裝上了螺旋槳之後 起飛的那種英姿啊 看看這直升機已經有6架運到了台灣 在未來對於台灣的空房來說呢 可是一大利器啊 你講這個AH-64E你知道它代表了什麼嗎 它是R帕基攻擊型直升裡頭最新型的 好啦 六架R帕基直升機到了台南歸人之後呢 先讓大家看一下靜態展示 但這不過癮 它還派了一架飛上去啊 起飛啦 對 而且我跟各位說喔 這個陸軍的航特部呢 還特地派它跟什麼 跟這個OH-58D 它是輕攻擊型的攻擊直升機 還有呢 就是H1W 大家熟悉的眼鏡蛇 是屬於中型攻擊的直升機 一起來一個編隊飛行 你看那下面還有機炮 機炮也跟著那駕駛員的頭部帶在移動耶 這個機炮就是重點啦 我跟各位講啊 這30公里機炮呢 你有沒有發現 它可以迅速的前後左右在那裡轉動 是啊 剛剛就真的在轉耶 那這樣它攻擊的範圍不就很廣了嗎 是啊 前面180度視野 全部都在海南的攻擊範圍之內啊 而且那個機炮可以打穿鑽甲車耶 好 現在你看到我們這個已經亮相了 也飛了 對不對 那你想 一定是有優秀的飛行官嘛 我今天不是跟觀眾朋友報告嗎 我們這個陸軍航空隊 派了六個軸子交官去美國受訓 長達20個月啊 一年多喔 他們學了哪些 包括你在影片中 才會看到的360度迴旋 還有就是萊特斯曼 萊維斯曼 對不起 這樣的一些特殊的飛行技巧 帶來這時候的飛行技巧 我等一下再講 那我要先講的是說 這一些它這個直升機 你還記不記得 阿帕西前進天來的時候 它還不會飛吧 是啊 上面連旋翼都還沒抓到去啊 那時候在高雄港碼頭 它不是靜靜地躺在那兒嗎 對不對 後來好快喔 我們的國軍的這些人 連美國都迅速大拇指說讚 因為他們組裝的速度之快 直接在高雄碼頭 別人就直接開始組裝了 等一下 你說在高雄碼頭港口邊 就直接把整家直升機組裝起來了 對 就直接採用吊掛的方式 把主機吊掛起來之後 你猜裝什麼 裝是雪翼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這樣豈不就在高雄港旁邊 做樂高積木啊 直接把直升機裝起來 就像樂高積木一樣 咔咔咔咔咔咔 實質是樂高積木很貴啊 法拉利級的 對喔 裝了雪翼之後 當然還有一些武器也裝上去 但是裝的過程 全程保密 即使媒體你想要透過什麼 大砲長鏡頭來遠調鏡頭 國軍就出動貨櫃 看不到 你看有沒有 旁邊全部都是貨櫃把你圍住了 你什麼都看不到 我怎麼裝法你想拍都拍不到 我四周用貨櫃全部圍繞起來 他出動了二十多個貨櫃 對不起 六個貨櫃為沉默自行 還出動三部機動貨櫃車這樣子去擋 你看真的是保密防狗仔的功夫 做得很好 好啦 完畢之後再來 我這邊特別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六架的直升機 你一定會認為說到底阿巴基 它到底要負責什麼樣的任務 我前天跟各位講 總共30架在明年陸陸續續都會進來 然後在北中南各個基地 各部署10架 不過也有另外一種說法 說現在有可能會把重點放在北部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首都在台北 所以要阿巴基守護著台北盆地 數位首都 就這麼簡單 這數位首都你想想看 今天所有的這些阿巴基直升機 如果全員到齊 當然我這邊跟君士明講 不可能全部都在北部 只是以北部的重點 再加上我剛才講的 包括OH58D還有H1W 這些組成了一個所謂的直升機編隊 其中光是阿巴基直升機 就要組織兩個營 這麼多啊 兩個營 那這樣子如果它成為我們台灣地表上最強的攻擊型直升機 你們在畫面中看 那到時候我問各位 如果老共他那時候派的 比方說像是氣墊船啊 或者是艦艇啊 或者是戰車啦 或者是什麼 來對台灣進行所謂的兩棲登陸攻擊的話 阿巴基直升機的機動性是不是很強 對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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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升起來 30架耶 我不敢說30架全部出動 但是光是出動這幾架 再配備了地獄火 還有我剛才講那30公里機砲 這個時候對於地面上的這些敵軍的打擊 是不是能夠展開快速又有效 還有很精準的 因為你看那個畫面那個機砲 180度我剛才講過了 對啊 所以這就是我們負責數位首度一個最重要的 剛剛我講的加上剛剛那個輕攻擊跟中攻擊的那兩個直升機的話 它等於成為三箭頭的攻擊 三箭頭的攻擊在未來你可以看到 台灣的天空當中 有30架的阿巴基會出現在我們的天空當中 但阿巴基它有六大功夫絕招喔 昇龍拳跟滅帝掌 另外還有F1的過彎 我們休息一下來揭秘 我們去嘗 Looks